LAYO 了世紀,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路易斯對上MBL 大家最近應該也知道 MBL加入了TAG 台灣知名戰隊 TAG戰隊現在已經從台灣戰隊變成國際戰隊了 MBL加入之後 可能在團戰的表現上會更加亮眼 MBL也是我們頻道中 其實是最常出現的玩家 MBL算是努力型選手 他是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又很常打天梯的玩家 他在今年的2024年 還是去年,有點忘記了 宣布要加入全職世紀帝國 我覺得這次加入TAG的話 他也可以獲得一份不錯的報酬 我覺得對MBL來說 或是對TAG團隊 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只能說這次加入TAG 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對手路易斯 是英國新秀 今年只有18歲的天才少年 喬治亞人他的特色是比較硬一點的 他的硬是硬在他的寶兵 莫娜斯帕 這個近戰防禦非常高 但是他現在被削弱了 減少10滴血 算是一個超級大nerf 沒有那麼的強勢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喬治亞特色 他的騎兵單位會自動回血 包含這個馬弓 而且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可以獲得15%的人口減免 省下來的人口 可以多在一些村民 或是抱更多的莫娜斯帕 或是騎士部隊 都是相當適合 那喬治亞人 他的槍兵路線 還是比較克制對方的駱駝 所以遇到駱駝的文明的話 轉出槍兵 或是馬弓 準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波蘭人 MBL 選擇到的文明 那波蘭人 其實不太好打 遊俠國 或是騎士國 馬國 馬弓 我都不好打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騎兵路線 沒有遊俠 也沒有三級馬鎧 所以用起來會稍微偏弱一點 所以波蘭人還是要以量取勝 要先點一下會族特權 一隻騎士只要30塊錢 以量取勝 會比較優秀一點 再點一下大洛馬的科技 烈克提克遺產 讓他的大洛馬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那波蘭人 在這次改版之後 他獲得的減免 非常多 新騎兵跟品種 都有十五半價的優惠 新騎兵只要75肉 大洛馬只要300肉 以前是600肉 那現在品種也不要150肉 只要75肉 所以波蘭變得更適合 在封建打這個洛馬開局 洛馬點下異攻一罰之後 直接爆一堆馬壓制敵人的戰術 對於波蘭人在封建時代的優勢會比較大 但是波蘭人最大的問題 也是這個大莊園 這個大莊園要怎麼防守 也是波蘭人的玩家一個大課題 有人大莊園守不住 自然突然冷就崩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MBL的後方地圖 黃金還不錯 前面這個黃金有點炸裂 非常監禁路易斯的家 但是路易斯也是 這個相對平衡 兩塊黃金都是有點偏爛 但我覺得木區看起來也不是非常優 但還好後面還有一塊木區 這塊木區應該是沒問題 左邊一塊右邊一塊 前面這個應該是不太能伐木的 整體看起來獲得的空地還可以 我覺得對波蘭來說 MBL這個文明 應該是還不錯的一張地圖開局 而且MBL這邊很細節 還有稍微圍出去 我覺得這對於波蘭人來說 這也是一大細節 也是要讓這個金不太容易被騷擾到 為什麼要圍弄出去呢 還有一個優點 待會再補防子也會比較好防守 如果你直接圍到這個黃金 用黃金連防的話 黃金會一直被工兵騷擾 這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 那通常喬治亞遇到馬國 也會直接主動的轉出馬攻路線 帝王時代在打莫娜斯帕路線 會更常見一些 所以這一點 波蘭人的話遇到馬攻 也可以轉強奴去做應對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整體來說 波蘭他是需要打各種轉兵 強奴或是劍兵勇士 就是戰垂兵 起兵路線 大家點這個三攻三防 去做一個轉型 會比較好一點 那喬治亞這邊的落馬部分 應該是會正常開局 黃金的部分看起來 上面有塊黃金 下面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喬治亞這邊看起來好像比較糟一點 因為他的黃金位置雖然在這個地方 但是右邊是比較偏右側的 如果這個地方不能為死的話 黃金就很難挖了 那除非這邊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那還不錯 喬治亞這邊是17匹極限肉麻 OK喬治亞路易斯 最後邊也是打一個極限升級 最近這個喬治亞17匹肉麻很夯 但是viper 不是viper mdl 已經點好了 封劍時代22匹升封劍 而且把家裡給圍死了 圍得非常非常快 拉了四隻村民還五隻村民 直接把家裡給為好為滿 也沒有補這個軍營 為了就是要打一個防守勢 那沒意外的話 路易斯待會看到為死的狀況 會馬上轉出劍塔 或者是轉出射箭場 去做壓制 好果不其然這邊劍塔已經補了一根 那喬治亞對於這樣的打法來說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路易斯這邊判斷相當正確 先找他的資源點 好開始先插塔 那mdl這邊是也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看到這邊有劍塔 好補了一個馬舅 這個馬舅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可以看到mdl是沒有看到這根劍塔的 好看到了 尷尬了 這個弱馬出不來了 好 馬舅不在這個位子 只能稍微扛一下 好稍微防守 那mdl後面馬舅可能要再補一個 好這個劍塔想要直接射掉這個馬舅 好右邊再打一根牆 你要補劍塔嗎 mdl決定要對塔 OK 對塔防守 走出去直接手撕 看一下這波操作 洛瑪不敢上 有兩隻三隻槍兵 撞你出來不打架 直接棄手 路易斯決定棄戰 那路易斯這邊打法有問題 沒有及時轉出弓兵 所以沒有辦法延續自己的攻勢 那如果他這邊轉出塔弓拱配肉馬 mdl的壓力就會非常巨大 但是小架這裡似乎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而是一個正常的撒農田升上去的一個流程 所以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直接接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隻村民可能是難逃易死 所以mdl這隻肉馬要待在這裡 結果三隻肉馬回家 槍兵怎麼直接跑到對方家了呢 直接開出繼續做 好mdl肉馬被打死 現在可以開始補肉馬了 刺猴 繼續按 那現在肉馬的部分 現在可以開始噴了 mdl現在很適合去點下 一防和一攻還有品種 去給壓力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其實路易斯已經 開始在點城堡時代了 那一下下肉就可以升了 所以現在mdl點下了品種 或者是一攻一防會更落後 反而會讓自己陷入一個封建打城堡的危險地步 所以mdl這裡一定要趕快農上去 不要在城堡封建時代打太久 對方為死 就說明他已經升城堡時代了 mdl應該也是相當了解的 這把對決對於喬治亞來說是一個大優開局 波蘭算是大獵開局 波蘭人是超級難打喬治亞人的 所以這把如果mdl能打得贏喬治亞的話 可能要拖到非常非常大後期 把喬治亞給拖到窮死 再利用自己大肉馬的優勢 去打出破口或是村民宿的差距 才有可能拿得下喬治亞人 因為前期的部分不管怎麼打 很難打出優勢開 mdl可能會打個比較被動防守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工兵去做壓制才行 mdl這邊是肉馬有點殘 三隻已經殘掉了 剩下一隻是滿血的 槍兵繼續把這隻村民堵在這 喬治亞這邊找個馬公 有機會了走馬公路線就沒問題 路易斯的路線非常正常 遇到波蘭走馬公就對了 因為你跟波蘭噴馬 應該是有點難噴贏的 而且要打出優勢還需要城堡 馬公的話還是比較容易延續自己的優勢 好這裡馬公出來槍兵沒有辦法解決 只能先撤退 mdl點下了品種 好TC開了第一個 曹治亞也開了第一個TC 現在波蘭三個大莊園 不舒服的灑農田 品種輪軸 一擊防都點下了 現在奴炮防守沒問題 而且還擁有免費的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但是波蘭還沒有點彈道學 所以波蘭這裡的奴炮防守效果 只能說是一般般 太...不是那麼的好用 因為遇到投石車就沒救了 結果喬治亞果然要來要出投石車了 那TC開在外圍的問題 就是可能被對方投石車給針對 喔這個奴炮打了一發 現在喬治亞一定要等投車出來 NBL非常大膽 直接把奴炮放在了工程機製造所旁邊 然後散開來 這邊想要靠著肉碼的優勢 去點掉投石車 現在投石車也不敢出來 好奴炮走著人過來 投車直接出來砸了一發 肉碼趕快上前再點掉一台 好直接1拍2 來吧 OK換掉後面殘血了 血痘的活了下來 這一波NBL有點炸裂 一台投石車換了3台奴炮 但是這邊奴炮還在輸出 打了沉盾的傷害 但是奴炮後面還是被收掉 沉盾中心來不及防守 這一波NBL有點虧 喬治亞這邊一台投石車加上少量的 馬功的代價 換取了極大的戰果 那破爛人遇到馬功 只能轉出戰矛 或者是工兵路線了 這邊看起來 要打得贏還是有點困難的 現在投石車 先拆工程器製造所吧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要先拆吧 你要先拆嗎 不拆 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 就可以隨時反制對方的投石車 路易斯現在是繼續爆馬功 城鎮東西沒有補下3TC MBL現在沒有噴馬 新奇兵也沒有點下 喬治亞這邊則是彈道雪也還沒有點 這個時間點喬治亞通常是要來補強化教堂 所以木材會稍微施緊一點 來看一下強化教堂已經補了一個 第二個還沒有補 大家強化教堂可以再補在這個位置 石頭礦跟農田說明都吃得到還不錯 那這邊喬治亞已經早早就挖了石頭 待會可能就是要來壓寶了 壓寶之後可以開始考慮轉一下莫娜斯帕 但是現在莫娜斯帕在城堡時代出場率有越來越低了 變成他內服過後之後 地用時代才有可能出來 不然在前期的血量少10滴血實在是差太多了 好那現在MBL點下了清奇變身級 只要75樓 相當舒服 那看起來這個投石車要囤到3台才會出來嗎 想一波拍死馬鍋嗎 MBL是這個想法嗎 好現在MBL 二級馬卡可以點下了 噴馬在所難免 但是噴馬會有優勢嗎 這必須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對於馬功來說 是很好解決肉馬這個單位的 但波蘭最大的優點就是獲取肉類速度比較快 至於要怎麼延續這個優勢 我覺得是相當困難的 好投石車過來砸了一發 他換掉了投石車 MBL直接用肉馬擊殺掉了後面的投車一台 但是投石車現在要砸到馬功 有點難 但是還是砸到了 好肉馬繼續爭取時間 讓這些馬功不要再繼續靠近 好肉馬過來 騎士拉過來想要解掉投石車 但是後面承認中心補傷害 應該可以抓掉一台投車沒問題 第二台有機會嗎 第二台用工兵補了一下傷害 兩台投車拿下 但是喬治亞損失了一隻騎士 四隻馬功 馬功鞋量掉的有點多 但是還好可以看到這裡馬功 也在自動回血 相當的舒服 好投車出來直接拍掉 MBL投石車 這樣子沒有投車了 結果這邊一個關本獸 直接把你圍在裡面打 結果投車直接卡在了蓋房子的地方 這個投石車是無三櫃啊 搞四仔 哇吐了吐了吐了 MBL被自己的投車給搞到了 不然這個馬功全部吃光 哇那路易斯就危險了 突然這邊節奏會帶的很好 但這坨馬功沒有被解掉 那就沒事了 反正待會 我的馬功會自動慢慢回血 好但路易斯有點害怕 這個馬功一直被清奇兵貼著打 好但騎士過來 好沒問題了 馬功是血量還在慢慢往回回 好生物又拖了一個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騎士有點衝過頭 好MBL也把城鎮中心往外補出來了 好MBL很早點下帝王時代 106春 但是路易斯更早 路易斯是一個3TC速點帝王 哇還用前面的城鎮中心去補帝王時代 也算是蠻大膽的 但是有城堡手可以大膽一點沒有關係 好MBL這邊趕快挖石頭了 待會這裡一定要補一根城堡 作為防守 好左邊這個村民出來蓋房子 本來被抓到 就用這個高速手速 把這個木牆給補了起來 好 用死蛋 還有1分鐘 馬功的優勢還是沒有減少 好 現在來到了4台 MBL 家裡 2攻已經點下 喬治亞3級 不是3級 手推車也點了 細節方面補的蠻快的 但是現在問題是 喬治亞人這邊轉席 要轉出莫拉斯帕 還需要一棟城堡 2根城堡 產速才會快喔 好第二個城堡要壓在哪呢 壓在前線嗎 直接壓這個位置也蠻舒服的喔 還是直接壓這個高地呢 哇靠 直接壓這裡 想直接手撕3個城鎮中心 重點是MBL 會讓路易斯如願以償嗎 好 現在MBL 兵力明顯不夠 只靠肉馬 要扛下這些兵力 有點吃人說夢話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現在被這個城堡插下來的話 現在1穿3 城鎮中心 MBL 沒有辦法阻止這根堡的建立 要對堡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足夠多的石頭 但是MBL生到電火時代 直接點下了普蘭一騎兵升級 大洛馬 準備要來升到最強的狀態了嗎 好 MBL走了一個是 洛馬拳爆 路走貴族鐵騎 不是貴族鐵騎 這個什麼 貴族特拳 貴族鐵騎是斯拉夫的寶兵 好這一波洛馬上來 有點打到佛挫血流 大洛馬這時候動得提升上去 攻擊力動不上去了 唉唷 有點砍穿莫娜斯帕的鎧甲囉 血量少10滴真的差很多 MBL趕快補下城堡 好這邊 就要猶豫了 到底要先去補巨型頭時機 還是要補大洛馬的升級了 我個人覺得這裡還是要優先補巨頭 莫娜斯帕的傷害雖然高 但是我覺得現在補金冠 烈克提克一場 可能會有點劣勢喔 好這裡馬公直接走進來 想要直接抓村民 但是城鎮中心會反擊 馬公走路進來 肉馬繼續輸出 其實肉馬還是打了很多的傷害 現在肉馬就有11點的傷害了 9加2 好但是莫娜斯帕 直接擊穿了大莊園村民 死傷有點慘重 還在輸出當中 右邊就從馬公走到右邊 看到了實況公 還在輸出 按BL怕水也點下了 好這裡補上了一根城堡 這裡要折折了 巨型頭時機 先按肉馬繼續噴 這個馬公還在往裡面 騷擾 麻煩了 NBL 好 S打羅馬 努力噴出來 終於防守 解掉的馬公 越來越多 拆一刀 就還掉了一隻馬公 現在馬公數量已經剩下9隻 肉馬再繼續補過來 應該就能搞定 NBL 現在馬還在噴 農田樹有點少 村民樹還要再繼續按 但是現在肉是足夠噴馬的嗎 好 肉馬繼續過來一個一個送 但是一定要換光 毒炮也拉過來解決了 哇 這邊怎麼都打到滿血的呢 來更多了 好 右側這邊 莫娜斯塔看到新的據點 趕快拉過來對決 巨型頭時機已經架起來了 三臺巨型頭時機架起來 但是現在這個城市還是被拿下了 NBL 村民樹現在有點落後 126村對上96村 NBL後面的馬公解決了 正面 喬家人 開始在轉騎兵 斷招技術 也已經點下了 現在右側莫娜斯塔 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金瑞還沒有點 對於遇上馬國的情況下 我覺得優先點下金瑞升級 是比較好的 還有這個 三防 防衛越拉起來 如果對上對方騎兵 對方騎兵會很難受 完全打不穿這個鎧甲 結果這個莫娜斯塔 卡了一個樹洞 這邊NBL蹭得住 又被往下抓了一些 好 喬家這一波馬公又溜了過來 有點麻煩 到處在騷擾 NBL現在左側的地方 還是被繞進去當中 但是中間這個城堡順利拿下 吵架點下了三級馬卡 大槍兵也升級好了 當然是有點不太放心 對於波蘭的大洛馬 瘋狂騷擾的路線 還是有所顧慮的樣子 先補下的槍兵 是給NBL的一個尊重嗎 我覺得是 不能通常 布達斯塔直接爆就完事了 應該是用不到槍兵才對的 但是選擇的槍兵 是有點 有點偏 偏害怕嗎 我不確定 但先轉出槍兵的優點 就是不太需要耗費這麼多黃金 先給對方一些壓力防守也是OK的 好 這一波NBL被搓了這麼多村民 村民落後 可以看到經濟還是領先的 這就是波蘭最可怕的地方 你再懂說他村民 他的經濟依舊還是很好 大爪翁人之力來了 好 波蘭頂下了三攻 呃 待會 還要記得補一下山龍 有沒有山龍 對於波蘭人來說很重要 OK 先來巨型頭11 往前補嗎 現在暫時沒有辦法打得贏喔 對方戰毛兵有點多 不是戰毛兵 槍兵有點多 但是沒有關係 有城堡喔 但是可能要補個戰錘兵 前面躺一下 戰錘兵坦住了 下午很好 好戰錘兵打駱駝或是打遊俠 是一個很好用的單位 好直接戰錘敲爆這些槍兵的頭 後方大洛瑪再過來深入 好三攻好了 摩拉斯帕扛得住嗎 摩拉斯帕還在擋 但是擋不住三攻的大洛瑪 直接吃光 波蘭人 摩拉斯帕還沒有 烈克提克一場還沒有點下 不過有點下的話 波蘭人的洛瑪的威力 可以再更猛一點 好喬治亞這邊點下了 三級的步兵鎧甲 那遇到對方轉步兵的情況下 喬治亞人可以直接鬼轉火槍 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就要看有沒有補一下射箭場了 射箭場好像沒有補 反正是防守家裡當中 補下了一個城堡在家裡的田裡 好這裡過來 直接中間城堡 本是MBL 沒有打算要離 右邊這個區域 反正有 反而有更大一批的摩拉斯帕衝了過來 這個大宗也有點放棄了 好中午點下了金冠 帝克提克遺產 這樣大洛瑪就有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了 好路易斯這邊點下了三弓 還有三級農田 輪根制度也補下了 大洛瑪現在數量有點多了 來大洛瑪19隻 好 帝克提戰1好 哇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喔 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後方又有更多的BD 偷家的單位有點多 上面這裡也有 哇到處一直被抓村民 但是MBL的經濟還沒有落後 還是微服領先 但經濟上確實讓路易斯拉近了 路易斯現在正面強攻的部分 還是有點優勢 三台巨型投司機在斜面 路易斯有看到 要不要先點巨頭呢 這個一發就可以一隻巨頭囉 欸沒有先打嗎 如果45號我想要先打巨頭 先換個三台巨頭很賺 路易斯這件事決定先攻城 好MBL點下了戰錘兵的升級了 奧不齊戰錘兵 戰錘兵升級之後 體質很高 可以945滴血 而且傷害來到10加4 每錘一下還可以破防喔 所以對上這種裝甲高的單位 摩拉斯帕 敲6下 防護就會歸零了 好 戰錘兵已經升級好了 10加4 那槍兵的防護力只有3點 好這裡在正面硬吃摩拉斯帕 大肉麻又吃光了 哇 現在路易斯是下水角騷擾戰術 但是要打正面的話 是可能打得贏戰錘兵的喔 來看一下這一波 戰錘兵直接往前 大肉麻往後想要收掉孫女 但槍兵往後防守 戰錘兵前線一致排開 開始正面推進 這波推進的力道非常強大 路易斯這邊的部隊有點扛不太住 戰錘兵勢如擴足 直接捶爆了正面的所有部隊 不管是摩拉斯帕還是大槍兵都死在了戰錘的手上 但是這一波大肉麻沒有繼續往前補 支援決定來到極限 現在這一波戰錘兵打破了最後的防線 開始攻城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三台全部拿下 但是戰錘兵也是全部隨之倒地 這一波破爛人打出了很好的戰果 這一波我覺得MBL沒有虧 反正路易斯這邊損失了大量摩拉斯帕跟槍兵 三台巨型投資機都損失的情況下 對於後續的進攻攻勢會有一大影響 好這邊拉了一隻肉麻 到後面直接收掉兩隻肉麻 巨型投資機幫忙打一下 還想要在你面前挖礦 但是戰錘兵數量不太夠 有點擋不太住摩拉斯帕的傷害值 摩拉斯帕到地龍時代有14加6的傷害 最高可以高達22點 好現在是21 現在數量不夠 戰錘兵要回去一下 巨型投資機要繼續往後撤 大漏馬數量補不過來 大漏馬數量補不過來 哇這面扛不住了MBL 好右側這一隻莫拉斯帕 直接撕掉了所有的右邊的村民 那這一波衝進來三台巨頭也送掉了 哇這樣子MBL剛剛打出來的優勢 就沒有優勢了 好MBL這兩根城堡被拔掉有點虧 現在戰錘兵只能用後面的兩根城堡慢慢生產了 好先用大漏馬擋一下摩拉斯帕 但是大漏馬是很難打得贏 摩拉斯帕的喔 可以看到這邊進入摩拉斯帕吃來之後 有點落馬打不動了 好這裡只能一套戰錘 火槍也出來了 戰錘兵手撕摩拉斯帕 效果還不錯 還不錯 OK 錘光剩下的摩拉斯帕 這邊喬治亞短出了火槍 後面摩拉斯帕又再往後衝 現在野礦的部分 MBL還沒有開採完畢 喬治亞這邊野礦快要採完囉 這邊是他最後的採礦營地了 剩下最後的1500斤 花完就沒了 MBL這邊還有很快附金可以用 這邊只要MBL能活到大後期的話 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邊只要全力防守 甚至要考慮要不要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我是覺得這邊轉重裝長槍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炸裂 但是不轉的話 黃金夠撐嗎 這是個問題了 好這個橋架直接正面 想要蓋起這根城堡 但是大肉麻直接衝了過來 一陣輸出 肉麻殺村民的速度非常快 只這一大堆村民倒地了 好城堡蓋到了63% 暫停施工 喬治亞又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MBL這一波會要繼續往前 好再衝一波 還是要放棄 看起來MBL想放棄 好 好 摩拉斯塔追到了大洛馬 反正大洛馬在右邊被擋住 沒有辦法到後面 結果火槍兵想防守 直接被彈錘兵給錘光 好但是城堡快要蓋好 98.92% 再敲一下 99.73 完美到城堡 就誕生了 只差一點點就能蓋好的城堡 桃茲雅這邊應該心有不甘 會再拉更多的村民 處理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 最後還是要被建立起來 但是戰錘兵打出了很好的戰果 這一波MBL應該是守不住了 好獨自村民過來蓋 最後還是摸到了一下 城堡終於蓋好 好後面的火炮 直進托斯基 沒有按 原MBL已經斷金了 後面這塊黃金沒有回去開採 MBL要記得採黃金 前線的黃金 還有兩千多塊 好這根城堡建立之後 這裡的田又不能種了 好趕快回來開採一下採礦地 補下新的農田 好路易斯點下了專瓦技術 想要守住這個據點 想要這個據點守住 MBL 就大難頂頭了 另外這邊要守住 就可以讓路易斯一直長驅直路 甚至奪取後面那塊黃金 還有上面的黃金都可以進攻 這塊黃金雖然現在暫時路易斯 還沒有辦法正式開採 但是巨型投資機拆到這個城堡之後 就可以往右這邊開採了 好現在槍兵的部分 很難擋 這樣感覺MBL 還是終究難打路易斯 巧茲亞這個文明了 好大羅馬在後面 想要找機會鑽進去 但是槍兵一直在防守 現在喬治亞也很難再繼續按這個摩納斯帕了 黃金已經來到了極限 沒有來得及轉出大羅馬的升級 現在只靠槍兵跟火槍 作為往前壓的籌碼 好MBL這邊打算要存一波落馬 直接全部吃掉 有機會嗎 現在抽一數還是有點落後 大概零九春 好這裡繼續補下城堡的微修 最後跟城堡要是掉了 好不起戰錘兵就要絕種了 再也看不到這場比賽有沒有戰錘兵的出現 後面大羅馬的數量已經來到62隻 非常可怕的數量 這一波要搶行拿下了嗎 但是巨型同時機已經要攻城成功 最後一個城堡 衛星的部分也有可能會中斷開採 大羅馬的數量72隻 MBL準備要正面進攻 這邊要把防止 防護場全部刪除 方便突襲 這邊大槍兵直接防守 這一波前後包夾 MBL能夠拿下巨型同時機 應該是沒問題 火槍兵沒有人去攔截 正面槍兵全吃 但是以肉麻也損失了大概30幾隻的數量 火槍兵最後守到了城堡裡面 好 這一波MBL拿下了一些優勢 曉智亞趕快補槍兵 哇 結果不用低房子啊 這些都不用低 重新補下大中原 MBL現在經濟也很緊繃 但是還沒有放棄 MBL相信只要我撐得夠久 要投降的可能會是你 而不是我 好現在MBL 肉麻還在放在家裡 繼續囤數量 看到火槍要打了嗎 這裡槍兵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要打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好想想還是要通喔 彩虹龍帝有點擋 但沒有關係 想要斷後 好 上前輸出火槍血量掉的有點多 這一波有賺到5隻火槍 好 擴散傷害的效果 最後被大槍兵給擋了下來 MBL這邊死傷慘重 後面的木拉斯帕 開始又再繼續偷家了 但是這裡田裡其實有戰錘兵的存在 好火槍兵開始從這邊往前衝 過馬就去擋槍兵 硬扛槍兵的傷害 如果控制到傷害的效果 打槍兵的效果還是很可以的喔 但是現在是四處著火的階段 但是MBL一直有預判到 有轉戰錘兵在田裡防 但是有點擋不太住 好木拉斯帕衝到了後方 好火槍兵這裡有機會全拿下吧 看一下這一波大肉馬直接踏了過去 火槍兵的血量掉得很快 全部吃光 曹志亞所有的火槍已經全速倒地 MBL還沒有放棄 還在補農田 右邊的區域被騷擾到 生活有點難治理 但是沒有問題 黃金現在可以再重新開採 這根城堡雖然沒有拿下 但是現在 黃金還有 所以就還有機會 好烏龍馬綁一下 右邊這個田取消 好戰錘兵再次擋下 好巨型投石機 沒有機會可以拆掉這一根 城堡 現在MBL在囤火炮 看不會用火炮把這個城堡拿下 那自己就有機會了 好重新補下農田 NBL經濟還是有在顧 後期的處理打得還不錯 但喬治亞的問題 就是沒有點下大露馬 阿滋諾奇兵現在也才點下 來到了大露馬的對決 對於破爛來說是最想要看到的結局 因為以光論大露馬來說的話 自己絕對不會輸給對手 好破產傷害效果大露馬對決 清奇兵完全扛不住 突然大露馬硬吃的畫面 這一波 槍兵在後面一直在巡邏 沒有辦法進攻 結果這一波直接吃光所有的部隊 槍兵也是硬吃 好後面的台主套幫忙輸出一下 這一波家裡的騷擾 還是有戰捶兵在防守 好巨亞現在要點下大露馬的升級 還需要300多塊黃金 大露馬是需要500肉600金的升級條件 好重新補下城鎮中心 MBL這一把後期的經濟拿得很好 好戰捶兵直接手撕 這裡拿得下嗎 可以 上面扛住了 MBL正面了 正面的部分有一波多線進攻 這一波多線進攻 肉馬有點扛不住 清奇兵被吃光 大露馬開始在騷擾 喬治亞在家裡 好三級農田都會補下 MBL終於發現自己缺肉的原因 三級農沒有點 還有機會嗎 火炮很關鍵 該出來了嗎 但是喬治亞的肉馬還在往前噴 硬點下大肉馬的升級 好這一波流進來有點尷尬 怎麼辦這裡馬座還沒有補好 火炮也不敢出來 好 右車這裡又遛了一坨肉馬過來 現在是肉馬 殺老農田的時機 MBL這一波村民術掉的有點快 已經掉了20村了 殺戮死亡已經來到790653 兩邊雙方都已經破500人了 死傷有點多啊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死傷處 來到了一個很可觀的程度 但是火炮還是不敢出來 現在家裡的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也不敢把這些火炮給放出來 一定要先把這些肉馬給逼回去 火炮才有出來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 喬治亞的肉馬數量有點多 阿茲諾起兵 讓肉馬的數量可以讓 讓他噴得更多一些 哇 MBL光是追這些肉馬 就追到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 完蛋 這一波 MBL肯定要倒了 肉馬的數量越來越少 喬治亞這邊肉馬越來越多 這一波打完之後 MBL村民術殺到死吃 只剩下八十九村 哇哇哇哇這個經濟有點慘 分數差距來到六千阿 哇狂吃猛吃 這一波 自然能夠拿下對方的肉馬 但是接續的肉馬有點扛不住 換這邊田要受不了了 MBL 好像快倒了 MBL 資源完全歸零 食物木頭都沒有到三位數 資源用的相當極限 終究是扛不住喬治亞的大肉馬爆 經濟實在是太好 完全沒有受到騷擾 MBL家裡只剩下一根城堡能防守 喬治亞這一波打的是太好了 進攻一直有獲得戰果 雖然MBL家裡前面還有黃金 但是應該也是難以開採了 好這波肉馬能打贏 MBL 這波可能要輸了 最後的希望 擋不住 這裡又有更多肉馬 溜了過來 戰前兵守在左邊 但是這是從正面跟右邊 好右邊果然是喬治亞 這邊硬扛扛了下來 路易斯準備要來到了一千擊殺嗎 952擊殺了 後來這邊是786 擊殺數雖然雙方都在上升當中 但是MBL的寸數一直在持續下降 剩下77吋 70吋 要60吋不到了嗎 MBL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喬治亞 拿下比賽的勝利 路易斯後期這一波 阿茲諾跟大肉馬的轉型打得很好 果然不能太堅持 去打火槍喔 火槍很容易被肉馬給包掉 但是肉馬狂暴的話 又不一定喔 可以看到喬治亞後面是來到了113片田 太可怕了這個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最後是由MBL 支援全輸 連食物都輸給喬治亞的情況下 被擊敗了 後期路易斯還有4生物黃金 一直沒有辦法打得贏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